夜幕低垂 许多上班族赶着返家 但这时 慈激大爱医疗巡回车才正要上工 这里是洛杉矶的街友冬季临时庇护所 每年冬天开放三个月 提供街友作为临时住所 慈激医疗基金会也从2004年底加入服务行列 定期提供夜间牙科医诊 他们很多都没有尝试 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 所以很多年轻的都已经坏了很多牙齿 现在医疗都没有保护牙齿的问题 所以他们真的很需要的 12年来 赖民宗医师从未缺席 他说这样的疫诊对没有医保的民众而言 是非常有其必要性的 从来没有看过牙医 有的是至少10年以上没有看过牙医 所以我们来的话 就是帮他发现了什么疫苗 就是帮他先抽医药 免得被人给人死 医药给救那样 在街友庇护所占住的 以西语医名重居多 今年首次加入一整团队的绍满乡 虽然每次都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 才能抵达一整地点 但他乐此不疲 虽然没有得到钱 可是每次看完病人 病人眼神透露的那一份感恩 就算自己没有得到什么 就只是一句thank you 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受惠很多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种子 能够在这个牙科的疫诊当中发挥出来 每年有这样的一个好医生加进来 让我们这个疫症能够看更多的病人 抱着取治愈社会 用治愈社会的心态 慈激之工与牙科团队发挥良能助人 也让社会的弱势族群 在冷冽的寒冬中感受到温暖 大约新闻 珍珍美之工 坦可欣 廖玉如 叶敬宏 美国报告